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楼上正在施工 那其实我刚刚有问了一下楼下的管理员 他说因为施工只有中午12点到1点 他们是不能施工的 那现在刚好是下午1点 可是我又很希望可以把想法 透过电台的方式跟大家分享 所以如果有一些敲钉子的声音啊 请多多包涵 我们这是去宜兰啊 应该是说我们这次去算是第三次去 因为我们想要再确认一下那边的环境啊 还有一些交通机能是不是适合我们的 所以我们看了不管是在东山乡 五节乡 郊西乡 还有罗东 宜兰那边的房子 跟那边整个人文氛围啊 还有感受它的气候 因为我们为什么会想要看房子在宜兰 主要是因为我们觉得现在台北房价真的很贵 虽然人家说 疫情过后可能房价有跌啊 很多自住客就是可以入手 因为我们家里有两个小孩嘛 虽然说他们现在才老大一个快三岁 那妹妹的话她是一岁半 三房两厅虽然是够用的 可是因为我跟我先生 我们工作其实是在家里 有点类似像inhouse的 soho族的感觉 所以就变成说 我们需要有各自一间的工作室在家里 于是可能三房两厅就会比较不够用 那大家也知道在大台北地区的话 要买到三房两厅 没有一个可能两千万 是比较买不到的 可能就公寓也有 但是因为我现在的关节啊 就是不太能爬楼梯 因为前阵子我有去看了医生 她说我的关节的部分有一点病骨万犯 那病骨万犯是什么呢 我下次也可以解释给大家 其实会发生在女性居多 而且随着现在的工作形态啦 或者是妈妈照顾小孩 有一些不正不正确的姿势 会让我们的关节啊 就提早会比较退化的比较快 好然后我这一次我有做笔记 为什么我们会看房子在宜兰 第一是因为我们想说台北房价很贵 然后买不到太大的坪数 所以我们才说 那不然我们去宜兰多看看几种户型 可以买就是用同样的价钱 买到比较大的房子 然后也想要换个就是身心都能静下来的地方 因为毕竟大家都知道 其实台北的车子非常多 有时候我可能你一直要起床啊 然后你要准备开始工作 或是你要做事情的时候 你看到满满的车 你就觉得啊身心真的好烦好累 然后情绪非常的乱很阿渣 不管是外面的人啊 车都非常多 或是说你今天搭捷运要去上班 就真的是非常挤 挤到很像沙丁鱼 整个脸就贴在那个车厢的门口边 因为我自己以前是上班嘛 所以我非常能体会上下班的时间 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情 然后再来是说 我们想要可能就是 给小孩一个比较更快乐成长的环境 那我觉得有些人会觉得说 在市区的小孩一样很快乐啊 可是我觉得大自然这种美景 其实它是很神奇的 我其实以前没有那么的感受到 但是因为我现在已经33岁 我后来觉得说 哇原来有时候看看 看看这些景物啊 接触大自然 它能让你整个除了步调放慢以外 你整个人的心情就会很开阔 然后你人与人之间啊 那种交流感觉是很自然的 跟在大台北生活 每个人都是很忙碌 很紧绷的一个情况下 所以有些人可能会问我说 宜兰或许适合退休族 但是我们今年听了很多人离开的消息 不管是艺人也好 或是周遭的朋友 我跟我先生都觉得 我们很想买一间 自己非常喜欢的房子 因为掌权的人生苦短 但是又不想要花太多的钱 因为毕竟房贷压力如果太重的话 生活品质也会降低 于是我们才看到宜兰 那最后呢 我们有没有选在宜兰的房子 其实我们有考虑 有看了几间其实还蛮喜欢的 最后为什么为什么一直在挣扎 其实挣扎的点有很多 我自己来跟大家分享 为什么我还在考虑中 第一个大家有没有发现 宜兰她的晚上是非常黑的 就是路灯其实没有非常亮 再来是说 去哪里基本上都要开车出门 如果你是风景比较好的地区 她离便利商店 至少开车要六分钟以上 她开车六分钟 不是说像台北的街道 就是可能规划的比较好开 她是类似像十字形的那种 的天边小路 所以你不能开太快 如果你开太快 就比较会有掉下去 田间的风险 尤其是有时候 可能会有一个 骑脚踏车摩车的阿伯啊 从旁边这样子骑出来 然后晚上如果你又没有看到 其实很危险 那再来第二个就是 我看一下是什么 第二个我觉得她比较少的室内设施 像以前我照顾小孩啊 我们可能有时候下雨天 想要让小孩放电 我们也会带他去比方说像是一些 游乐园啊室内游乐场 让他们可以去那边尽情放电 那有室内停车场对于爸爸妈妈来讲 就是很方便 比方说你车子啊 像下停车场之后 你就可以比较比较优雅的去 比方说卸婴儿车啊 把小孩抱上婴儿车 再坐电梯去你要去的地方 可是在宜兰我发现 他很多都是室外游乐设施 我觉得这相对是优点 也是缺点 因为可能你下雨天的时候 你就是出门会比较不方便 但是我觉得当地人也习惯了 我觉得看他们很悠哉 就是不管是下雨天 你也是有些人骑着摩托车啊 穿雨衣也是很怡然自得 那这个是可能以前从小 我在台北长大会比较不习惯的 一个因素之一 然后第三个 我觉得可能会比较需要考虑的点 就是毕竟那个不是从小生长的环境 我要突然从新北市跳到宜兰的某一个乡 然后他可能到便利商店跟采买机能 他要开十分钟的路程 这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挑战 因为现在我们的小孩还小嘛 所以毕竟每天都要接送小孩 所以这就会变成是说 如果我们送的幼稚园是很远的 那来回可能就要半小时 那你一天一个小时就没有了 但是有可能在宜兰小孩子可以获得更好的教育 然后吸收更好的空气也说不定 就是综合以上三点啊 才会导致于我现在还在考虑中 其实我们有看了一个房子 它非常棒 它就是一楼的空间是整个有挑高的 很空旷 再来是说它的开放式厨房也很大 还有重点是它的每一层楼几乎都有个很大很大的露台 因为我们其实非常喜欢露台跟庭院 就是想说可以让小朋友啊在那边跑跑跳跳 但是总会有一些的不便利性 我觉得这就是它的优点跟缺点 那我觉得宜兰它现在啊的房价 我觉得还算OK 就是你可以用比较合理的价钱去买到很大的空间 所以我们才会那时候房子看看看看 看到宜兰去 我们去了大概有三四趟吧 有一次是我跟我老公两个人 然后再来是说我有带哥哥跟妹妹一起去体验那边的生活 然后吃当地的食物 然后宜兰的食物也是非常好吃的 真的很厉害 就是它的水饺啊 还有什么麻将面 哇都真的超好吃的 还有一些特色的伴手礼之类 然后风景很美 真的很美 你早上起床 你会觉得睡一下下就感觉 哇睡得很充足 然后车子非常少 就是开起来很舒服 我觉得有悠有缺啦 可是就是因为我们还在考虑 如果实际生活在那边 会不会有一些的不习惯跟不便利性 我觉得这也是 如果你有考虑想要去宜兰看房子 要去评估的一些因素质疑 毕竟买房子是一辈子的事情嘛 那像之前我们也有买在林口 那为什么我们想要搬家 那个又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想法了 到时候可以再分享给大家 那林口有很好 林口有不好 我觉得每个人心中都有他自己 好跟不好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买房子就是要买在 你认为最适合你们的地方 然后多看几间 再去决定你要买哪边的房子 我觉得会比较恰当 毕竟他不是像你买衣服啊 买东西金额很少 他是一笔蛮大的金额 然后又关于之后啊 你们要贷款的金额多少 你每个要付出的钱 在住的地方上面 然后会不会因为付了这个贷款 生活变得又更吃紧了 我觉得这都是可以去评估的 那如果我们有没有买宜兰的房子呢 就下一集再跟你们分享啦 就先买个馆子 然后如果你们有想要知道 就是更多可能关于 宜兰看房子要注意的一些细节啊 还有有没有想知道一些 我分享一些讯息 也欢迎在我的IG或是粉丝专业 可以偷偷私讯问我 我都会回复你们 那喜欢我的节目呢 欢迎按下订阅 或是分享给更多朋友听 也希望我的声音 可以陪伴你们度过 每一个礼拜一的晚上 或者是你在通勤的时候 开车的时候 坐家室的时候 那就下集再见啦 拜拜 祝你们有美好的一天 祝你们有美好的一天